字幕志愿者 李博 说到了玩电动 这句话要怎么讲呢 玩电动游戏就叫做告天通 除了天诺还有告天通之外 很多人还会看电视 所以眼睛盯着荧幕太久了 减少眨眼的次数 还有泪水的分泌 眼球干燥就容易近视了 说到近视 近视就叫做坤诗 坤诗就是近视了 我们要教大家的是 玩电动太久会近视 这句话要怎么讲呢 这句话要教给大家的是 告天通太久 为边君思念 告天通太久 为边君思念 今天狗狗公哈发就教给大家 在多云时代怎么样保护眼睛哦 哈喽 你的天通我修好了 非常感恩 顺便来看你的小宝贝 好 请坐请坐 拜 他们常常告天通哦 没有啦 我刚刚在忙 他们一天只能玩一次 不能超过三十分钟 对啊 不然很容易君思 待会我要带他们去公园玩 要不要拍我去 好啊 好啊 我也觉得带他们去公园玩比较好 像我三不五十 就会带他们来公园来玩一玩 真的很怕他们整天在家里靠天通 我上去看眼科的时候就发现 很多的小朋友都君思 而且都戴眼镜 对啊 还是来公园走走比较好 对啊 我也觉得常常出来走走 还可以预防君思呢 对耶 其实现在你看看啊 看电视 玩电脑 玩电动游戏 这多营的时代 还真的是蛮恐怖的耶 真的 相信萤幕呢 真的不要一直盯着桥 会影响失利的 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 今天遭的客家化吧 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电脑了 电脑怎么说呢 电脑就叫做天弄 天弄就是电脑 对 除了天弄之外 很多人喜欢玩电动游戏 玩电动游戏呢 玩电动就叫做告天通 告天通就是玩电动游戏了 当然盯久了一定会近视 近视怎么说 近视呢就叫做坤诗 坤诗就是近视了 如果要帮大家复习的是 玩电动太久会近视 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 告天通太久 没变坤诗念 告天通太久 没变坤诗念 今天勾勾工哈巴 就告诉你多营时代 真的绝对不能盯着一幕太久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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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